这是红书的晚餐,两片面包 再配上一些沙拉菜和奶油芝士 味道不错 但这是德国医院的病号法 大家好,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红书住院了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的发烧腹痛 最终查出的是肺栓塞 这是住院头两天,住在监护室里 氧气里放了一种药水 这是在给肺通栓 肺栓塞 一个多月的腹痛,还有低烧 在两个诊所一直没有检查出来 后来被转到医院 被确认出是肺栓塞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检查出来呢 这个肺栓塞是一种非常被容易误诊的一种疾病 它是被公认为隐形杀人 它的死亡率却很高 它的死亡率仅排在脑梗和心梗之后 好多被确诊患者都是在死亡之后做尸检 才被确诊 吓死宝宝,吓死老宝宝了 不过还算幸运 算是就说被疾病查了出来 我也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 被逐步排查 后来在诊所排查不出来 最后才被转入到医院 因为德国的医疗体系是这样的 你有什么病 你必须首先要去你的家庭医生去诊治 首先要打电话预约 这个诊所会根据你这个病情的描述 按你这个病情的轻动缓急来给你安排就诊的时间 不可以直接去医院检查吗 这个德国的医院没有家庭医生开具的转员证明 他都不接收你 除非你是急诊 但是急诊 你得考虑 如果不是真正的生命垂危的那种症状 最好也别去 他会让你死掉 他这个医疗资源一点都不浪费 他会把有限的医疗资源都用在那些真正的急症重症患者上 最后有时间才来接待你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得上家庭医生诊所 而且家庭医生诊所根据你的病情啊 逐下给你检查 不是一上来就给你做全面的检查 那样的话医保也不会给保销 因为为了防止这个医疗资源的过渡浪费 德国的家庭医生啊准入资格很难 要想当个德国家庭医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每一个家庭医生啊都是经养非常的丰富 他会根据你的病情啊来初步诊断你的病因 然后给你做逐项的检查 你像我啊 一开始的症状是腹痛 是腹痛我就去我们边上那个附近那个家庭医生呢 他首先给我做的比超 检查的一些腹部的一些器官 从直观上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给我验血 再检查一些这些器官的数值 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周 这样我去那个血液检查结果周一出来 德国的诊所周六周日是不上班的 也没有人值班 所以医生呢给我开一些止疼药 因为保证我周末能过 那能活得过周末 周一给我的结果呢 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 然后就让我再观察两天 过两天我又开始滴烧 这时候医生又给我检查了其他的问题 在化验结果出来呢 这时候我就有炎症 就检查出了我身体里有炎症 有炎症呢 就给我查我这炎症的原因 因为这个家庭医生诊所这 他做不了胃镜 这样呢 又给我开了一个转远单 到其他诊所 比较大的诊所啊 去做胃镜 这回约胃镜啊 时间倒挺快 第二天就给我安排了 但是做胃镜啊 洪叔叔真有点想紧张 因为听说啊 这个做胃镜啊 是弄一根管呢 从这嘴啊 插进去 一直插到胃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受 你知道吗 哎呦 你说不做吧 又不行 在这个 在这个红室啊 这个拎着下就去个诊所 你知道吗 我是不想做 说实话 去那以后 人先给我做一个心电筒 怕我在做这个太紧张还是怎么着 先做一个心电筒 然后又做一些简单的化验 过一会儿啊 来个医生 又跟我们说一些打麻药的注意事项 哎呦 我这心里又踏实一点 还打点麻药 可能还不一定那么疼啊 但是心里也犯迪落 这时候呢 就那医生就过来的 不然我就被带入这个检察室吧 进入检察室啊 我就躺下 摆好了pause 那按人的姿势 摆好了 这时候医生啊 就趴在我耳边跟我说一句 给你打一针啊 15秒钟之后就睡着啊 我当时说 可能啊 这针就打下去了 还不说怎么着啊 没怎么想事呢 当时这眼皮啊就沉了 打下去没有三四秒钟啊 这眼皮就沉了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被推醒了之后啊 那护士给我就推醒了 推醒之后呢 我就被掺着啊 就是护士就掺扶着我 就到隔壁了 就就就挨着那个 这个检察室的隔壁有一房间 红婶就在那等着我 我就被安排那个房间啊 还继续地休息20分钟 20分钟之后 医生过完问我一些情况 我问没什么问题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回来了 当时做这个胃镜啊 什么感觉都没有 哎这真不错 但是回来之后 等了三四天 这个差不多六四五天 这个结果才到我们家庭医生这 到家庭医生这呢 他那个书 医生根据这个检查结果的数值 初步半天啊 胃里的细菌啊超标 就就得给我开抗生药 开了一个礼拜的抗生药 又再开了点胃药 我就开始服药 开这抗生药啊 开齿啊还好一些 没过几天啊 还是低烧 还是半有腹痛 这个家庭医生就说啊 还在观察几天 还得观察一段时间 等那个药 还得到身体 有一定的过程 有一定的反复啊 有可能还是在跟这细菌在抗争啊 这么里里拉拉 有一个多星期 快两个星期 这个烧啊 还是不退 还是低烧 平时啊 一般都在38度以下 你知道啊 有时候38度以上 我觉得这个 你们可能不知道 38度以下在德国啊 他们就不算发烧啊 他还让我观察 我跟你说 当时我就没有枪啊 这虽然德国能买枪啊 但是我没买过 我知道哪玩意 有还是惹事 哪有啊 当时我都想 得亏我没枪 我还是不行 还是疼 在检查时不是一现眼 因为我躺下 不能躺下了 我只要躺下 我就腹痛特别的严重 我就只能坐着 尤其是夜里的 半夜疼醒了 就得坐着 后半夜 因为我坐起来以后啊 才能觉得会舒服一些 这时候又开始给我检查 是不一现眼 转抽完血 化验结果出了 一现眼又排除了 这时候才给我开的专业呢 医院我们是大约上午10点多到的 12点多检查出了是肺酸三 当时就给我接受留院治疗了 哎呀 每抽一卦鞋 我还得大便给他钱 这一卦卦地往外抽 好 污蔑造谣 今天都是3月14号 慢慢还飘着雪花呢 这是倒春寒 倒春寒 春寒到 倒春寒飞走了 瓦上雪 满山丈 村镇里静俏俏 鸡不鸣 狗不叫 但是沉着气 雾骄造 倒春寒他尝过的 过几日暖阳照 花儿香 鸟儿妙 春姑娘 赖拥抱 帅红书 出院了 这是红婶他爸爸写的 我给抄过来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帅红书是红书自己家的彩蛋 红婶他爸绝对不会帅的